写完了 那其实这样子最后呢 就是要拿 要给人家用 那可是问题你不能说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这边执行 它就可以RUN了 那这样不行 这样不对 所以怎么做 第一个步骤的话 你要去思考说 如果我今天在前 我今天第一个想法是这样 在这边插入一个图案 一个什么呢 一个圆角好了 圆角矩 在这边多一个按钮 对不对 那这个按钮呢 当我按下去以后的话呢 我就在这边编辑文字 我希望跳出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房贷计算好了 比如在这边 给它一个名称 那这里的话 里面的文字也是一样 稍微把它调一下 它的那个位置置中 然后颜色的话改一下 OK之后的话 按右键 指定 指定聚集 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了 诶 糟糕 没有聚集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可以自己产生一个 然后呢 产生一个之后的话呢 利用那个 去把那个表单叫出来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语音要举行先做出来 对不对 再来的话回到刚刚我们这个 画面 那 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说 它的名称叫什么 这个表单名称叫什么 叫 user 那 如果名称不好听的话 你可以改 所以 点 外框 一下 或者 外圆一下 就会出现 name 对不对 轻易把它改一下 空 改一个名称叫空 空 enter 它现在呢 就会变成空 它的 name 就是变成空 可是你会想说 诶 老师那这里怎么没改呢 因为它改了 name 只是改它的名字 但上面这个 不是在这个属性 在哪个属性呢 猜猜看也知道 叫 caption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 假设我给它一个名称 叫房贷计算 也就是说呢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一个是名字 一个是外观 改了吗 改了 所以 常常有同学搞混 name跟那个caption 常常搞混 name只是内部的 caption是外部的 应该了解这意思吧 不要两个不要搞混就好了 name是我们里面程式写 之后要叫的 叫home 特别是要 那再来的话呢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去 产生一个sub 所以这边的话呢 要让那个按钮按下去有 对 插入模组 名称叫sub sub 开头 对 前面一样 那这个的话叫 也叫房贷计算 或叫什么 叫计算好了 给他一个括弧 按enter 会有个什么呢 sub enter sub 对不对 那我按了他之后 我这个句集要做什么 就是要叫那个按钮之后叫他 然后让他去呼叫表单 那怎么 表单叫什么名字 叫 叫 叫home 他 那个 那个 caption是外面 他的name才是他的名字 home 那要怎么样把它叫出来呢 点一下 他有个方法 就是 用拆的也拆得出来 叫做show show show 按空白键 这样就好了 完成 好 不过后面其实还有一个什么 show的方式 不过这个又是进阶的 好 那来试试看 再来把它缩小 那这个按钮按下去 对不对 按下去不是说指定去集的 对不对 就有个计算对不对 按确定 来 验收 按下去 会不会出现呢 出现了 好 那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要让他隐藏 那关掉就好了 按下去 又出来了 隐藏 按下去 还蛮好的 有没有 感觉很特别 为什么 因为你在很多人的 以色友里面 绝对不会看到这种东西 如果看到这种东西 因为你会觉得 哇你好厉害哦 你会在以色友里面 写这个东西耶 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很多人说 你怎么做出来的 一定会问嘛 那你就不要告诉他好了 千万不要说 请你要去上那个 对因为我们这个课真的是供不应求啊 因为都是一个早 我记得好像都一个早上就满了 好像把比那个甚至有些瑜伽啦 有氧的还要快满 所以可见的这个也是有相当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们把这 尤其你们如果真的 我是真的很良心建议 你们一定要去做啦 因为写程式哦 如果你不做哦 你不写东西出来哦 很快就忘记了 那你一定要去找一个 不管你 以色友来 不管什么啦 你就去做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 至少秀出你的功力 你把你的东西秀出来 你就会被人家看见了 而且不容易啊 你看这种东西 看到有时候都会觉得很感动 这上面 以色友里面会跳出VP的东西哦 很多你如果去考工程师 工程师 不见得他会做哦 不见得会 你可以问他 这按钮怎么做出来的 请你做给我看 你可能问一百个工程师哦 不见得每个工程都会啊 好 这是第一个按下去 会跳出来 那那个基本流程是这样子 第一个做个按钮 这个会吧 按右键指定聚集 可是聚集不存在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必须要在你的表单先给他取名称 然后在这边给他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呢 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 给他一个计算好了 那到时候选的时候选计算 那要让这个表单跳出来的话 就是他的名字 点秀这样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哦 让他可以绣出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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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